赵丽颖也被爆料出偷税了,看看她被传出少交了多少钱吧,以及看看她本人是怎么回应这件事情的。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网络上传出了一张截图,说到赵丽颖存在漏税的行为。 从爆料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说到赵丽颖出演的那部《谁是凶手》,曾获得1.56亿元的收入,但却少交了4302.7万元的税,还有其他少交的1617.78万元税。 然后不仅如此,爆料者还在截图中说到了,赵丽颖在同年里面,她在其他方面的收入,还有着3500多万元的收入,但却少交了200多万元的税。 因此在2020年的那一年里面,赵丽颖实际营收了1.9亿元,但却少交了4500多万元的税,以及还有2650多万元的其他税。 不过这个消息在网络上,被发酵了几天之后,一些相关的人士站了出来澄清。 在他们的一张截图里面,一位业内人士说到了,那些都是假的消息,因为已经被证实了。 而且其他人还特意在网络上发表了一条辟谣消息,说到上海税务局也做出了回应,称一切要以官网的公告为准。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,有一些细心的网友,则是发现了央视新闻的一条公告中,曾在2021年的8月27号那天,发表了一条关于谋爽处罚的消息。 然而,官方发布的那条消息,被一些网友发现了,其实跟赵丽颖的那份偷税信息,当中的数字信息几乎是一样的。 所以,能够让人肯定了,关于赵丽颖偷税的那条信息,完全是一条假的消息。 因为,谋爽的那条处罚信息,是央视新闻公布出来的,而赵丽颖的那条,却是其他人爆料出来的,并且上海税务局也发布了公告,说到一切要以官网的为准。 因此,这下算是澄清了,赵丽颖所谓偷税的消息,就是一条假的消息。 毕竟在3月29号的那天,赵丽颖的工作室团队,也在网络上发表了律师声明,特地辟谣了那条消息,并说到要追究造谣者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那些恶意的造谣,让明星深陷负面漩涡的事情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,以及有什么不同的个人评价呢?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你不是什么? 你不是带务公告一样的评价,我可以不禁止你,那些人,这你要给 You想造谈了。 这是什么攻击。 我就是戏中,的人,人们没有攻击。 我会不断控制人吗? 不邀 пок辱。 我只是警察。